早于去年7月31日 日华牧师已经按照2011年7月份webboard的预告 因着地球气候将会出现异常变化 一些地区将会因为极端酷液天气 而导致地土裂开 烧焦甚至变成焦土 部分地区也会出现保春天的气候 由冬季直接跳入夏季 而第十七大点 他说未来几个月我们会亲眼看到这种天灾大集合 第二他说在今年我们会听到这些字眼就是地土的死亡 他说是极之酷热而导致地土烧焦 而地土死亡 干旱到很多地方会出现 旱地裂开 第六大点就是南半球是不会有春天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现在我们 我们完了今年冬天之后 应该是再由春夏秋冬去的 但是他说南半球是没有春天的 他会是由今年的这个我们所说的冬天 突然间一跳就跳到夏天 随后 踏入2012年 美国持续出现異常暖和和高温天气 完结一月之后 美国气候科学家宣布 2012年一月已经成为美国自1776年 即是236年来 史上第四个最温暖的一月冬季 据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NOAA显示 今年一月冬季 包括阿里桑牙 坎薩斯 明尼苏达等九个州 都列为十大最暖和一月气候 美国北部平原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市 一月降雪量亦都相对减少 其中一月四日 美国加州 盛开博士气温高达摄氏32.78度 打破自2001年以来 同期最高纪录 而且 加州长滩机场 更加录得摄氏31.11度 打破自1969年以来的历史纪录 其后 正如Webbot所预告的一样 美国即遭遇 无春天的以上气候 由冬季直接飘入严夏 NOAA气象学家说 自从2011年4月 直到2012年3月 是美国历来最高温的12个月 通常 美国在冬季 全国3月的平均气温为华士42.5度 但是今年平均气温 却是华士51.1度 大约是涉氏11度 仅仅在2011年3月之内 全国至少有7775个气象站 曾经测得破纪录最高温的日间气温 另外 有7517个气象站 曾经测得 破纪录最高温的夜间气温 一个月之内 合共超过15,200个高温记录遭到被打破 是美国有历史记载以来 打破最多高温记录的月份 由于今年春天持续气温偏高 降水偏小的异常天气 令到美国农业全有极大隐忧 受影响农葬物包括棉花、稻米、玉米、苹果和葡萄等 踏入2012年7月 热浪集击全美 27周发布高温警告 热浪侵集的面积达到73万平方里 相当于整个墨西哥国家 大约有1亿人 即是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受到热浪影响 2012年8月12日 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更加公布最新的报告指出 全美本土48个州 今年7月的平均温度 打破了76年前的摄氏24.6度的记录 比本世纪的平均温度 还要高出摄氏1.7度 是美国史上最热的一个月 因着以上极端高温 2012年7月 美国正经历5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大部分州份 在整个7月 近乎没有下过一滴雨 酷热天气也导致地土裂开 甚至烧焦变成焦土 全国已经有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受灾和烧焦 受灾范围是自1999年起 有纪录以来最广 2012年7月2日 美国农业部发表 农田里长势好 或者是非常好的两个级别的玉米 今年都不到玉米产量的一半 相反 生长较差 劣质的玉米 却是占总产量的22% 美国农业严重失收 摩根斯丹尼公司的商品研究主管 艾尼迪纳说 去年冬季降雨少 再加上目前的高温酷热天气 导致今年的玉米和大豆收成 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的玉米出口佔全球近一半 大豆出口佔三分之一 美国今年的农草物收成如何 将会对全球糧食市场的价格 和农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 新兴国家对肉类的需求增多 导致玉米和大豆铺料的需求量增大 至于 美国今年的玉米种植面积为75年来最多 农业部警告 酷热将会严重威胁到玉米的产量 8月11日 美国旱灾再度转催严重 令到农状物收成显著恶化 美国农业部通报 7月份玉米种产量大幅减少13% 创下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 7月份大豆也减少12% 每英某大豆产量将创近10年来最新低 美国农状物经济研究中心指出 美国食品价格可能在未来的10至12个月内 出现明显波动 今明两年的食品通货膨胀幅度 将会超过3% 自从2012年至今 美国一共33周 1628个元被定为灾区 其中1496个元是旱灾区 另一方面 以上干旱气候 横数全球三大洲农田 包括北美洲、亚洲和欧洲 导致全球农状物生产出现重大危机 7月25日 彭博社警告 据全球工物出口量16%的欧洲 遭逢热浪侵襲 助长粮食危机 导致工物价格再创新高 法国农业咨询机构 农产品供应及需求 市场分析主管韦伯表示 欧洲玉米现在正值受粉季节 但气温高于摄氏32度 将会影响玉米生长 6月以来 欧洲玉米产量恐怕已经损失 600万至800万吨 因此 当今世界粮食供应出现危机 世界最大农产品出口国 美国面临半世纪以来最严重干寒 小麦主要出口国俄罗斯 亦都因为天气異常 导致产量大减200万公顷的收成 目前乌克兰 哈萨克等主要粮食生产国 亦都相计面临干寒 全球粮食生产可谓进入史无前例的危机 8月14日 G20国家打算在下月召集全球会议 讨论量价飙升情势 以及因应策略 受农装物产量减少影响 玉米、大豆等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攀升 据芝加哥期货交易所数据显示 玉米价格大涨五成 大豆价格亦都上升接近三成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亦都指出 全球55种食品价格指数 单单7月份上涨了6.2% 为2009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 事实上 关于全球粮食短缺危机 尤华牧斯早已在上年2月20日 按着Webbot的预测 早已作出预告 第一点 他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到食物在来的日子当中 是会越来越贵的 就是说到今年饥荒 食物短缺 会导致食物增值 难isesti 是 加密码 è 可